最近政府宣傳短片, 呼籲大家在家中減少製造噪音 雖然沒有涵蓋所有案例, 但也觸動到我神經 希望我樓上的住客可以看到 麻雀鬥失三缺一, 到底播到何時才結束呢? 之前我講過, 很怕人打麻雀 所以這個節目我避得就避, 不想看 前幾天有網民留言, 挺有趣的 又不是可以在場一齊玩, 看人打麻雀有什麼好看? 無聊! 今年7月到8月期間, 大家有沒有看東京奧運呢? 沒有看的觀眾, 大概會不會都因為 又不是可以在場一齊比賽, 看人比賽有什麼好看? 無聊! 我沒有玩遊戲機, 但我知道很多人喜歡看直播遊戲機 而且點擊超高的 有些網主紅到拍廣告, 上電視 我相信有很多觀眾是不會因為無法一齊落場跑 覺得無聊, 而不看Running Man 看遊戲節目好看, 不是因為觀眾能不能落場參與 而是看嘉賓的反應, 對答 看香港小姐呢? 難道我會渴望可以穿一件性感的泳衣上台 回答私疑問題嗎? 不會啦! 我IG所有的照片都是P圖的 都還好, 只是打麻雀的節目 看一出殺人的電影, 會不會有觀眾說 又不是可以落場殺人 看人殺人有什麼好看?無聊! 另外有人留言, 創意觀竟然創作出打麻雀節目八次 可以補充一下資料 打麻雀的電視節目其實不是新東西 TVB 一定不是原創, 台灣也有, 日本也有 亞視很多年前已經有 有線有沒有呢?不清楚 因為我沒有看有線 但加入其他元素, 又是另一回事 若你知道世界上第一個打麻雀的電視節目的話 不妨告訴我, 這類資料都蠻有趣的 我也想知道 翡翠台和J2改革後的節目有了很多新的嘗試 有好的都有壞的 今個星期的八點半新劇二手店 和下個星期的愛上我的衰神 都不是TVB主流劇種 被人叫做老人台 現在兩線劇都走年輕路線 似乎對象就不是傳統主流觀眾 不知道成績如何呢? 值得一提的是愛上我的衰神女主角陳家衛 TVB 很多年已經沒有名證言順力捧新人 陳家衛是近年少有的例子 雖然嚴格來說, 他不算是新人 2017年參與唐心風暴3 飾演護士一角 一直都是小角色 老實說, 我真的沒什麼印象 直到早前, 依依我不想再病了 我才留意到他 節目裡的短劇和講解都表現得不錯 尤其是講解的環節 留意之餘有自己風格 希望愛上我的衰神 可以令到他有更好的發展 至於已經播出的二手店 第一集很快已經入題了 人物介紹簡潔, 不要拖拖拉拉 今天播出的第二集 說角色之間的關係、秘密都已經很豐富 比預期是好看的, 希望不要令我失望 我不是那些, 但凡TVB都贊 但凡星夢都說好的 如果是這樣的 我跟那些, 逢是TVB都踩 逢是星夢都彈的人 有什麼分別呢? 昨天那一集, 我知道網友各有看法 大家可以討論, 可以發表意見 但總之, 大家討論還討論 記得, 免傷和氣 哎呀, 不過今集, 不是講星夢的 他們有沒有進來聽的呢? Hello, 我是飛天爺爺 一個寫小說寫專欄的作者 喜歡畫畫、聽歌、看電視、看電視、高劇 極度需要存在感和今次的斜光軸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短片的話 不妨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按大這個鈴鐺 下一次更新的話就會通知你了 最好幫我分享出去介紹給你的朋友 我們今集的節目就差不多了 我們下集見, 拜拜